大家好,我是Maya奶爸,今天呢我会分享给你们我2023推荐的一些好喝威士忌,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个赞留言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我的频道就是已经满两年了,所以这第二年我觉得Maya奶爸有很多成就,所以我想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是从351个订阅者增加到2458的订阅粉丝们,感谢你们粉丝们跟订阅者,就是有你们我就是会有这个动力去继续这个Maya奶爸的频道,所以再一次说谢谢你们 今年我也是有加入了那个Online Scotch Whiskey Award的贡献者,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是有跟一些国外的YouTube的威士忌频道有在沟通 换资讯这样子的知识,然后第三就是我也是有跟一些比较大的频道就是有合作,就是比如说G Whiskey跟好奇婆婆在哥马兰那个店里,然后也是有分享到威士忌博物馆,所以我是蛮开心的 我对Maya奶爸的这个频道的愿景是什么? 第一个我会继续当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去分享威士忌给你们这些消费者或是爱好者再订阅我的频道 我觉得你们就会知道一个行销的频道跟消费者的频道的差别在哪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会继续因为我是用我自己赚来的钱去买威士忌嘛,所以我会比较真实的去分享这个值不值得买或是可以跳过或是不要买了 所以我会继续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去分享威士忌 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今年的目标就是我会开一个瓶酒会,开始开瓶酒会给订阅者们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请在下面留言就是写瓶酒会加一之类的,这样子我会知道人数够不够 然后第三个愿景就是我会今年我会应该会做一个考个国际威士忌的证照 我觉得可以多学一些知识,最重要的我会分享这些知识给你们 而且我是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分享 因为我中文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会用大概12岁的小朋友的中文去分享 这样子比较好懂,不会不傻傻 好,就开始分享我的1000内的威士忌推荐咯 好,这个范围我会推荐四款 第四名我会给Taliskar泰斯卡10年 它的酒精浓度有45.8酒精浓度 然后有冷凝过粒跟有调色 它这个,这支是有很明显的海水海风味 然后有柑橘皮 然后最好的印象就是我喝过这支 但是我就感觉好像在喝风打气碎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印象很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入门 尼美威士忌 所以如果那些觉得一些爱雷岛的尼美太强了 可以先从这里练一下再上去 而且这个价钱很稳定 大概999块,真的1000内就很久了 第三名,1000内的第三名 我会给Glen Glasso Revival 就是这个光荣 它有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粒跟五条色 它的特色就是它就是比较显的威士忌 然后也是有明显的海风海水味 柑橘皮这样子 然后有一带一点学历 唯一的缺点 它就是比较年轻的酒 因为这个Glen Glasso它就是有关闭一阵子 然后好像几年前才开始营运 然后这个是他们第一批出来的威士忌 可是我觉得他们威士忌的风格还不错 所以如果他们有初年份的系列 我会去追或是去买来试试看 然后第二名我会给Tober Morris 12年 这支是46.3%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滤跟五条色 它口感很清爽 很适合那个暑假的时候 和就是热天气的时候 然后最有印象的 它是有柠檬 饼干卖饼干的味道 而且它的调酒师是跟Bunner Harbin 一样的人 同样的人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风格有一点像 所以喜欢喝Bunner Harbin 12年的人 你们可以试试看这个Tober Morris 12年 它的价格就是一千块出头而已 所以我已经放在一千以内的位置期 好了 因为有一些酒行店 你就可以看得到一千块的价钱 好一千内的第一名 等等等等 我会给安努克12年 它是40%酒精浓度 有冷凝过滤跟有调色 喝了这次我就觉得很有明显的蜂蜜 麦芽的味道 可是它的数字嘛 你就看得到它是冷凝过滤 有调色跟40% 有一些老套们看到这个数字 就会跳过这支威士忌 可是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入门威士忌 就是CP值超级高 你喝下去就是很轻松 没有很复杂 我觉得当一个老套喝这个我喝完 我就觉得哇这个 比如说你回家 工作很累 给你想享受放空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放空威士忌 就是不复杂嘛 就很很容易入口 然后我是想坦白说一下 有冷凝过滤跟有调色 然后酒精浓度低一点的威士忌 不代表不好喝 有一些真的不好喝 可是有一些跟这个安努克做得很棒 就是很简单 就是很直接是比较好的 一千到两千内的威士忌 这个是麦亚奈巴最喜欢的范围 所以我会推荐六款 六名我会给爱德多尔十年 尼美Balikin 它是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滤跟五条色 它这个Balikin的尼美的风味 就是没有消毒的味道 所以喝起来是比较舒服一点 而且比较适合新手 我是刚喝尼美的爱好者们 它是有烤香草的味道 焦糖跟蜂蜜的味道 然后喝起来是蛮复杂的 可是微韵下去就很舒服很顺 它唯一我觉得的缺点 它大概是一千八左右 所以以十年的威士忌来讲 是算较贵一点 可是因为爱德多尔是很小的球场 所以产商的量不多 所以如果这个是一千二吧左右 我一定会比第六名更高一点 可是目前就是这样 第五名我会给格兰里威十二年 黑是圣水二代 或白是圣水 它是48酒精浓度 飞冷凝过力更有调色 它的口感跟质地 跟一般的连尼威真的完全不像 它真的很饱满 很好喝 好像可以搅的那个威士忌 因为它有做用一些初次的雪莉桶 所以它锋利水果的味道很香 然后有奶 所以感觉就好像在喝锋里酥的感觉 我觉得它比第一代的好喝很多 它比较滑顺一点 然后比较不会那么刺激 做得蛮优雅 这个第六点就很重要 他刚出来就是可能被投资威士忌的人被炒起来 所以马上一千八 然后没有人买 然后现在价钱好像往下跌了 所以可能那些威士忌投资们应该后悔了 因为这种威士忌是哪来喝的 这不是拿来投资的 如果一千二左右我可能会再买 第四名我会给葛兰华格15年 它是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率跟五条色 葛兰华格我觉得这个品牌很棒 可是我是蛮好奇 为什么只有15年有做这种比较手工的方式 就是46%非冷凝过率跟五条色 这个感觉喝起来就跟其他的系列完全不一样 CP值有提高很多 然后他闻起来超香 干水果的味道 干葡萄那个雪栗的味道真的很棒 然后喝起来好像在吃那个 喝那个圣诞水果蛋糕的味道 就是Christmas fruitcake 现在是蛮棒的 就是圣诞过年这样子喝 喝这个葛兰华格还蛮大的 他价钱也是也是很稳定 大概1500就可以买得到 第三名我会给欧马尔11年国庆日学历 它是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率跟五条色 这只欧马尔的特色 他就是用了很少见的Solera System的雪栗桶 很佩服欧马尔 因为Solera的这个橡木桶 其实是已经很老的木头了 所以你放威士忌在里面几乎是没有味道的 因为那个木头已经是死掉 就是Deadwood 就是没什么味道可以去成熟给那个酒 可是我觉得欧马尔是觉得 哦可是这些木头运过来台湾的热天气 可能会让他复活一些吧 然后他就做出这只雪栗风味 然后用Solera System的雪栗桶去收成 我觉得还蛮成功的 味道很香的干葡萄 然后有芒果干的味道 有凤梨干 有蜜剑水果 所以真的很棒 我觉得欧马尔做了这只是蛮成功的 而且他是很有台湾的风味 然后限量到4400平而已 而且你看他有台湾的国体 这个可能不会卖给大陆 所以只有在国内消费 如果有机会遇到可能要喝一下 第二名我会给齐克伦12年 Kill Karen 12 years 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滤跟五条色 我给了他第二名的原因 他就是因为蛮像云顶的 所以喜欢喝云顶的爱好者们 可是觉得云顶十年太贵了 你可以去找这个齐克伦 就Kill Karen 12年当代替 他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就是在2000内都可以买得到 他口感跟味道超像云顶的 后来原因是 云顶的那些员工会过去齐克伦去帮忙酿酒 所以风格跟味道超像 可以考虑看看 好来到1000到2000的第一名了 我会给百勒门 12年台湾限量的圆酒 他的酒精浓就有57到59% 然后非冷凝过滤跟五条色 这支呢是一个很棒的学历圆走 真的喝起来蛮享受 很有高级的味道 因为百勒门他的特色就是会放冤勋 冷天气喝 哇真的很棒很很饱满 然后有幸福感 而且他是有用初次雪莉桶的味道 所以那个雪莉的味道很饱满 而且他的价格才1600 所以我觉得1600元 然后初次雪莉桶 然后又是雪莉 这支CP值已经爆表了 所以我就只能给他今年的第一名 就是1000到2000 接下来我会讨论2000到4000块的威士忌 这个范围我会推荐三个 第三名我会给亚末18年 他有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滤跟五条色 这支算是蛮便宜的18年 大概2500左右 2600 所以很便宜的老酒 然后喝起来我在奥威士忌的时候有拼命过 我就觉得哇塞这个很顺很优雅 然后口感很清爽 那时候天气热 所以喝起来很舒服 他的风格是很不简单不复杂的味道 可是喝起来很享受 因为算是老酒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 比较高级的入门威士忌 所以比较有潜力的一些爱好者们或订阅者 然后想开始喝威士忌 可以直接跳到亚末18年 试试看 好第二名 我会给 拉格福林酒肠限量版 这支有43%酒精浓度 有冷凝过滤跟有调色 我觉得这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那个爱雷岛的 尼美雪莉威士忌 他喝起来真的很复杂 我讲就喝起来真的很多层次的感觉 因为他有过同在PX雪莉 所以他的复杂度更多 然后他回甘是咸甜的真的很棒 会让你的口水一直流 一直会想喝 唯一的缺点他可能每一年的版本 会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是PX出来嘛 可是基本上他就是 拉格福林16年 然后有过在PX雪莉桶的 所以可以试试 他的价格大概3000左右就可以买得到 第一名 2000到4千 我会给李爵18年 Legic 18 它是46.39G浓度 非冷凝过滤跟五条色 这支呢也是一个很棒的尼美雪莉威士忌 而且它是算是比较老久 因为是18年了 OSWA Online Scotch Whisky Award的时候 那时候在投票的时候 我是有投K这支的 可是后来他没有赢 很可惜他好像只拿到第二名或第三名了 然后赢的就是格兰蒂 Glen Scotch的那个维托利亚 我是觉得这支是比较好喝的 而且价钱很稳定 唯一的缺点 这个好像台湾比较难找一点 然后也是木盒的版本 可是你们就可以找找看 如果没有喝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来到4千以上的范围了 在这个范围我会推荐三个维斯基 赞名我会给Glen Gurney 21年 Glen Gurney 21 它是43%酒精浓度 有冷凝过滤跟五条色 所以呢我跟那个G Whisky 一起在Whisky Live的时候有分享过 它的风格是很优雅很平平衡的一个威士忌 因为毕竟是算是很老的久了21年 所以喝起来比较多层次跟复杂性 然后他如果你们喜欢那个雪莉炸弹的风味 所以这个完全不是 可是呢它还是有雪莉的风味 就是有巧克力啊 干葡萄 草莓 跟香草 它的价格大概好像5000多左右吧 所以还蛮偏贵的 可是如果你们喜欢喝老酒 然后蛮享受的 这个是蛮推荐的 4000以上的第二名 我会给白富16年的法国皮诺酒桶 它的酒精浓度是47.6 非冷凝过滤更有调色 我觉得这个是白富的救命恩人 因为大概三年前吧 我是觉得白富就喝了喝来喝去就差不多了 就没什么创意 就是每次喝白富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白富的风格 就是香草 可是呢我在威士忌的时候 有买一杯这个喝一下 我就觉得他有一个很难忘的尾韵 就是有那个很香的皮诺甜酒 然后又有白富的个性 就是那个香草 所以他们以诺酒桶的过桶的很成功 味道因为他是有做47.6的酒精浓度 所以到口感更饱满 我觉得真的很棒 这只白富的威士忌 就是会让我觉得 哦白富有在进步 就是要要更新时代吗 因为现在那么多新的酒厂在开 然后你一直保存一个老旧的方式 没有做一些比较创意的东西呢 你应该是会跟不上的 可是你做了这个我就给你一个赞 这个法国酒桶刚出来就是好像资讯不太对 他们说是台湾的代理是说是限量的 可是没有这个是每年会租的浮影系列 所以不要买贵 他刚出7000块 可是我觉得在国外他只有100英镑 所以大概3500 所以希望今年他会掉在4000内的好喝威士忌 好 那之前以上的第一名 我会给格马兰的经典独作 披插雪莉桶 酒精浓度 是55-59%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率跟五条色 我觉得格马兰的Soli系列最好喝的就是这只 不会输给格兰多娜的那个单头系列 完全不会 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跟好奇婆婆去格马兰拍影片 我喝到这只一口下去之后我就觉得我塞 这个真的很好喝 他就是一个学历炸弹 有很好喝的巧克力风味 蜜箭水果啊 就是台湾风格的那个蜜箭然后有黑屋美 可是我觉得这个价格也不太亲民 因为是要好像折扣折扣就大概9000块 可是可能我在等我生日或是怎么样再去 因为有在家折扣吗 再去买 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一个很棒的 进阶威士忌然后比较高级一点 而且他是11年熟成的格马兰 在台湾11年的元酒会很贵 而且会感觉有20几年的威士忌的口感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今年2023的推荐 好喝威士忌 我祝福你们今年快乐 然后快过年了也是 荣幸发展身体健康 谢谢收看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拜拜